不过昨天柯文哲在中午返家之后 晚间八点他突然又从住家搭车离去 当时他只说自己要去工作 随后呢柯文哲坐车也被发现 开进了大安区一栋豪宅的大楼地下停车场 外界一度质疑柯文哲是要找人来商讨对策 不对此呢民众党今天回应了 说柯文哲其实是要去探望手术之后的高龄父亲 一见到柯文哲出现打开门 早已守候在外头的媒体立刻上前追问 面对追问柯文哲不打算回答 表情还有些无奈 柯文哲二号凌晨吴宝请回后 当天下午一点多回到住家 晚间八点又踏出家门 他只简单透露要去工作 但要去哪儿要见谁什么都没说 但没想到 柯文哲坐车离开住家之后 时隔一个半小时被媒体捕捉到 他的车子出现在台北市街头 之后就一路开往 位在台北市大安区光复南路的 这座豪宅地下停车场内 位在北市大安区光复南路的这栋豪宅 从柯文哲同样位在大安区新一路的住家出发 开车只需要短短十分钟 但柯文哲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抵达 这期间是不是先特地去见了谁 最后才来到这栋豪宅 直到深夜才离开 不免让人怀疑柯文哲口中的工作 难道是要去找人商讨对策吗 昨天晚上他就赶快去医院 再探视一下手术后的爸爸 后续就主席就带着柯妈 去到有人家 让柯妈也可以住在台北 究竟能够可以照顾柯爸爸 仍然是高龄九十二岁的爸爸 在台大医院开玩到 柯文哲先搭车到医院去关心 再带柯妈妈到朋友家借助 让他先占避风头 三号一大早 柯文哲又从住家离开 受访时喊话不该把精华车案责任 推给一个人 也被解读是不是在隔空串正 柯文哲无保请回后官司还没落幕 检方扬言再提抗告 这场司法攻防上演延长赛 恐怕也让柯文哲一刻都无法松懈 记者林一文孙艺台北报导